演報介紹七股科工區的優勢 台南市府向業者廠商招手 出售十二點六一公頃的產業用地 從過去蘇煥至縣長 歷經縣市合併 終於開花結果 靠著交通便利的優勢 未來甚至能匯聚形成產業鏈 離南科大概二十公里 距離台六十一線很近 就在台四七線的路邊 而且離上下游 不管南科或新極工業區都相當近 幫花市長 開發商 以及台南各廠協會理市長 共同敲鑼 要迎接台南七股科工區的新氣象 市長也設定條件 避免廠商囤地炒作 是真有心要做 工業區從事生產的業者 所以他們領到地之後 兩年內要取得建造 三年內要取得使用執照 七股科工區將在一百一十六年 完成開發 未來引進包括食品 飲料 塑膠 製品 及電子零組件等八大類 預計為台南的年產值 增加兩百九十億元 引進一萬零五百個就業人口 帶動在地經濟產業發展 記者賴冠章 台南各道